香港文坛巨匠 倪匡理事 众人唏嘘 共同惋惜 香港作家陶杰 虽然仍在英国伦敦 而距离香港遥远 但回忆起最后一次的视讯通话 那时候的倪匡已经不太能说话 是最近一次跟他四项沟通 是在去世以前 五天左右 那个时候他 这个脸色好像不是太好 也瘦了 那么我也有一点的心理的准备 但是他听了我的说话是 因为他耳朵非常的灵光 大脑很清醒 全都有反应 但是都不是太能够说话 尽管未能见到最后一面 但陶杰想起每一次的碰面 都会带着倪匡先生爱吃的食物 而每一次的交谈 都是获益良多 那么对于上一次见到他本人 大概在一年前 我在离开香港以前不久 最近这几年呢 他自己公开说 他有皮肤癌 那疼得很要命 但是他又喜欢吃 又不能走动 所以我啊 或者其他的朋友啊 在这个餐馆 遇到有什么好吃的 有时候就给他打一份 送到他家里 是吧 他也很高兴 在他去世以前 四五六天左右 他也能吃 吃一点洋菜里头的一些 和下吃了多少就不知道 是他身边被人说的 那是一个人的性格决定命运 那一个人的 命运是有自己的性格决定的 但是性格是什么呢 好像另外一样虚无缥缥 你解放一个人 解放到哪个仔细 你找不到性格出来的 都不知人的性格藏在哪 性格決定命運 但是性格不能改變 命運都不能改變 所以他這一生活得非常的豐盛 非常的完滿 雖然他早年的時候有一些 不是太愉快地在大陸生活的經驗 上天把禮光賜給我們全球的華人世界 是王的第一份 就是幸運 縱橫文壇四十多年 倪匡寫過上百本小說 四百多部劇本 被譽為全球最多產的作家 就如陶傑說的 不管我們是否曾拜讀他的作品 但華人世界曾有這位一代文豪 是如此幸運 多謝 因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